我们凡夫,不但是凡夫,包括二臣,全教菩萨,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,都相当的模糊。 六道凡夫的看法是全错了,不知道自己错误。 四圣法界里面,知道错了,依照佛陀教会在修正,那我们可以这样说法,他学悟了,他是解悟,他没有证悟。 那见解是完全正确的,还是没有彻底放下,比如,阿罗汉匹之父,直放下知主。 妄想跟分别没放下,那菩萨跟佛呢,分别放下了,妄想没放下。 妄想一放下了,设法界就没有了,就超越设法界了。 这设法界从哪来的?设法界从妄想来的。 有妄想就有设法界,没有妄想就没有设法界。 有执着就有六道轮回,没有执着就没有六道轮回。 在六道里面呢,不造物业就没有三国道。 这个物业的根就是贪成痴,而没有贪成痴就没有三国道。 所以有贪成痴就有三国道,有执着就有六道轮回。 有妄想就有受法界,全是假的。 你说,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? 你看,从妄想,从直处,从贪成痴。 贪成痴在哪里呢? 你要去找,找不到啊。 你在整个身体里去找,哪一个器官里都有贪成痴? 哪一个细胞里都有贪成痴? 找不到啊。 就像论言会上啊,阿南尊者向佛的报告。 佛问他心在哪里? 他找了七处,找不到。 如果佛问我们烦恼在哪里? 贪成痴在哪里? 同样也找不到啊。 为什么找不到呢? 他是假的,不是真的吗? 是一个错误抽象的概念。 我们被这个错误概念呢,害得很惨啊。 生生世世高流到轮回啊。 在这个里面,在这个里面受了很多冤枉苦啊。 啊,所以佛说,苦里也明臣。 啊,怎么苦里也明臣? 啊,这苦吃的太冤枉了。 真有苦跟的受,不冤枉。 啊,佛给我们说出真相嘛,凡所有相,皆是虚妄。 啊,什么相呢? 是法界的相,虚妄的。 六道的相,虚妄的。 三途的相,还是虚妄的。 虚妄的,怎么会受苦呢? 佛的比喻受得好。 如梦欢泡影啊。 你做噩梦,苦不苦? 很苦啊。 啊,我们这个年龄,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。 经过中日八年的战争。 啊,战争时,我们年龄很小啊。 啊,日本人在后面追,我们在前面逃。 啊,机关枪炮的声音都听到。 啊,有时候做梦啊,不吓醒了,日本人还在追我们,我们还在跑。 啊,跑的一身冷汗醒过来做梦。 啊,所以,三途啊,我鬼畜生地狱,我梦一场啊。 三善道呢,啊,人天,玉界天,色界童,啊,美梦一场啊。 啊,啊,勇家大死讲的后啊,梦里明明有六曲,啊,最后空空无大前了。 啊,这两句话了,把金刚经上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啊,解释开了。 啊,这真理,一定也没错。 啊,你,佛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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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,你,佛。